大家好,我是阿泰 现在我在贵州深山的一座悬崖上面 这个悬崖上面建有一条小道 那么没错,这里就是波州区的大发天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悬崖边上是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的 当地的老百姓已经在这个上面来回走了几十年 我敢说很多人看到这个模样都吓得两腿发软 更不要说在这个小道上行走了 真的是特别的震撼 老百姓,又在一楼 怎么要怕? 我这楼有山市,我不要动你 哎哟,好怕,刘花,刘花,刘花 不要吃了,就在一楼 就在高的楼 这要吃饭吗? 辛苦喝了 我们要吃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泰 现在呢我在六盘水这边的北盘江大桥 我也是第一次到这里 亲眼来看一下是非常震撼的 这座桥呢有565米高 相当于多高呢 给大家举个例吧 不然大家没概念啊 就相当于什么呢 200层楼那么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这也是贵州甚至南方最大的这种高原的潮场 整个潮场接近有10万亩 这里有贵州最独特的龙木风光 也是休闲的避暑圣地 整个气候是瞬息万变 零天雾海的这种感觉 特别特别的舒服 大家好 我现在到这个草原的这个山顶上这里来 然后呢 这里他们可以搭桶楼边上有那种蒙古包一样的 然后呢 这里他们可以搭桶楼边上有那种蒙古包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地方 可以到这个山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任意选一个地方 然后搭帐篷 就在这里搭帐篷 就在这里过夜 这些地方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旅行战略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